臺灣分數公司所訂的這個 不用稅的這個分數 commission這個回規的活動 給民眾檢舉說這是違法 有哪個台北市的衛生局 財法一千五百萬 這個分數公司 差不多前往去打這個行政訴訟 現在歡迎打說這個不不用法 這個事情是更重要的 入口大火兩隻長的臺灣 請在買分買酒 因為有不用稅的介紹 有比較扮演也比較算的好 不過就民眾檢舉說 臺灣分數公司 透過外動違法選團 撤銷和鼓勢大家買分 經過台北市衛生局的調查 人能違反分海控制法 加法一千五百萬 不過分數公司不後 拿去訴訟 打行政訴訟的官司之後 反應打不然法確定 不管是國內旅遊或國外旅遊 對團客對領隊 他們都有一個很簡單的 責讓這種商業行為 我們的責讓 只僅在於自製酒跟進口酒而已 煙瓶的部分 我們絲毫沒有責案 分數公司一百空四年 訂出不用稅分數 用金回規的外動 法文讓入行業公費 入客只要在出入境的 不用稅連買分買酒 導遊跟領隊就能夠 求公司他們去爭議 不過國內行政歡迎人家說 外動要點明定說 買分不打責 衛生局也沒辦法證明說 導遊有退銷 國外入客買分吃分 甚至有給他們打責 頂頂的行為 所以鐵消官本會出分 衛生局要把這 一千五百萬行營 那主要是說 在這個市政的部分 應該要更具體 所以這部分 我們也尊重法院的 一個決定 然後未來就是在 查處的時候 我們也會再更謹慎 台北市衛生局 提起在信 上一代要是去 讓最高的行政 歡迎報復 全案確定 衛生局表示 尊重歡迎的打掛 不過未來 台北市衛生局 調查會更加上市 更加集積 以免還有 市政不足的政行來發生 記者 綜合報道